從破碎的玻璃窗 警銷河裡把受困傷者 從扭曲變形的脫軌 普悠馬中一一搶救 因為衝撞造成的大破洞 火車架構擠壓成乱岔的一團廢鐵 儘管撞回到不成形 但這搶救生還的小縫隙 警銷只能在黑暗中 拿著手電筒邊呼叫 在狹小破口找尋生還者 把握每一秒救援時刻 傷者在普悠馬殘骸中 一個接一個被架出 單架都快不夠用了 被救出的乘客浑身覆蓋灰塵 表情猙獰痛苦 連路都走不動 但更有人連人生的路都沒辦法走了 警銷魂力排成一字人籠 將死者遺體覆蓋白布 從變形普悠馬中一具具人力運出 而驚慌未定的上百名傷者聚集在翻覆火車旁的空地 在緊急救援人力吃緊 現場持續搶救的時刻 儘管互不認識 先脫困的普悠馬乘客 只能互相照顧 八截車廂全翻覆出櫃 擠壓變形的普悠馬 陳英文字幕W型 現場警銷民眾合力持續搶救 祈禱將火車翻覆意外 傷害降到最低 記者Point的陳文月宜蘭採訪報導